今天要提供核心有一个速写的环境来丹台加州接送 岛南町大冬国销就这期来报警区 并且在公司和宿舍载团执行到中间的协作之下 允许好处途房没利用的空间 塞入一间行动摧毁 这也是岛南町第四的店 目前已经正式开用 希望可以提供给核心一个安全有个速写的丹台环境 也能担到这个机会增加大家看出的幸福 提升人口罩地下 在下课的时候 小孩在在丹台加州的时间 都常常不知道要去哪里也没办法做 除了浪费时间也已经没了 为此岛南町公司就跟苏兄债团执行中中线 在岛南大冬国销行李行动摧毁 希望提供给不及下董甚至附近的机民 一个速写的执行空间 你喜欢的时候你就能拿回 那把你家你看过的书可以捐出来 让大家取得那个切也很方便 未来在每一个社区里面 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让孩子取得书很容易 跟工部门能够多配合 能够营造我们整个云林这样的一个 书香的一个氛围跟气息 目前在岛南町就已经有四个行动摧毁 每一个固点都有将近五千本的切 这都是来自导书馆要等三个礼手切 加上有一些烈心民众的关键 公司也做出好友民众可以共同来享用 希望未来可以达行每一个社区 都有一个行动摧毁的目标 我们的切的代表都是来自于 那个以前我们岛的文化中心 他们本来要淘汰的切就有五千本 我们去那里再来 再来就是 岛的鱼像书馆 是刚才我们古坑国小 古坑的草林国小 因为他们有新的 他叫我们去那里再回来 希望说我们岛南町 有过多长书 还是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些切 希望说可以管让我们的行动书馆 要让我们的书馆在斗南到处来飘乡 这间行动摧毁 原本是佛号堵房没在使用的空间 为此佛号与这间草厨经育来产生 希望除了让小孩要做菜 看菜都很方便以外 也将提供佛号社团练习 还是课定书馆来使用 这间本身是爱的书库 也是我们漂流书的中心 那另外我们这边会长也装了冷气之后呢 现在学生在练打机院跟国约 都会利用这间的空间 只要我们上班时间 这个空间都直接对学生开放 那放学之后当然我们会把它关起来 因为里面有放着乐器 欢迎观很多偏向的所在 对到想要看出来的人来说 是真不方便 透过行动摧毁的心理 除了提醒在地的外套风气 也能组织和背后下动外套的习惯 让大家在乌营的时间 都能够讨好看 像是地势 记者创上林 彩虹报道 我们也会知道 我们下周所的小数字 都能够带一尝 我们下周的小数字 都可以找到 所以我们下周所的小数字 我们下周的小数字 就是说